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用这么大声吗 究竟驱痘该首选护肤品还是药品呢 上面写着什么万能驱痘膏 自制驱痘印面膜现场大公开 家屋室的主人今天为您解答 我是蔡子 我是王小亚 江苏卫视家屋室的主人 专门为年轻妈妈打造的栏目 每周一至周四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 如何做健康 聪明 自信的妈妈 来家屋室的主人 和我一起做有温度的女人 做智慧的妈妈 看江苏卫视 做家屋室的主人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态智能升降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幸福呈现 每周一项都在做 刘思你干嘛呢 毛在补妆 我前两天长了一个痘痘在这儿 你看 补妆 但是一遮都遮不住 又还有个痘印 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长痘 对啊 青春不在了 痘还在 真的是 欢迎 请来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拿个什么 我拿了一个这个古装的 因为我这儿长了一个痘痘 还没有好 我这儿也长了一个 这儿也长了一个 我长了脸 而且特别红 我今天还贴了那个痘痘贴 那咱俩是痘友 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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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吧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江四位是首大位 8090后新一代妈妈 打造我的品质生活 指南节目 家务室的主人 我是蔡子 大家好 我是小亚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到场的 四位朋友吧 是的 我们从这边开始 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艾亚说刘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专注于 时尚育儿生活的 甲妈妈小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 这儿长了一颗痘的西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 小可爱 谢达 天啊 天啊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是呢 好 欢迎四位 是的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秀动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来解答呢 请来看一看 第一条 刚开始做全职太太 经常在家买菜做饭 会影响美美的皮肤吗 必须会好吗 怎么可能不会 刚开始在帮那些 不是很好的前人们 烧饭的时候 就经常脸上会因此挤出油脂力 就很恶心 因为这些油会钻到毛孔里面 所以我是到后来是直接烧完饭 必须要再重新卸个妆 洗把脸 其实除了换掉一个前任的话 是 也可以换一个我们方泰的智能生教油烟 对啊 就不会有油烟 我们来看下一条 黑木耳泡久了会中毒吗 当然会啊 因为木耳泡久了它有毒 并不是说它木耳本身有毒 而是在长期浸泡的过程中 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一个小时之内是没问题的 超过八个小时 那就会 里面的毒素会大量的繁殖 所以不能超过八小时 对 尤其是隔夜的就不要再吃了 下一个问题 发际线太高适合什么样的发型 你看我什么 没有什么好看 发际线逐渐厚移 所以我会留一点小刘海下来 你把发际线挡一挡 而且你还能显得你会更加的年轻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很多人发际线在这儿是比较稀疏 你可以把头发就剃得光一点 就剃得晚一点 有什么M型的发际线 对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会注意到你的发际线了 感谢大家的解答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你们的困惑呢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家务室的小程序 在树洞里面给我们提出 咱们现场给大家来解答 刚刚我说我们两个是痘友对不对 对 就是你刚刚说你也可能会长痘痘的问题 今期前后的时候会有 都会长痘痘的问题 有没有从来没有长过的 我就是长这么大 可能一共加起是十颗痘痘左右 可能我脸上会冒出一颗痘痘的话 我就会哭一天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就跟让我们烦的这个痘痘有关系 让我们通过一个话题VCR 一起来感受一下 爱美的圈子里痘痘绝对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中国皮肤病协会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青春痘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80%以上的人不同程度的碰到过青春痘问题 不只是青春期会长痘痘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是25岁以上的成人患者 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女性 很多三四十岁的患者的痘痘 比青春期的小朋友更严重 甚至连老年人都会长痘痘 究竟如何才能消灭这些烦人的痘痘呢 本期节目将带您揭开成人痘痘的神秘面纱 看到大家和我们一样 我就平衡放心了 对 开始了 对 那以前你知道真的 我在真的青春期的时候是没有掌握痘痘 我整个初中的时候被誉名为赤痘棒兵 是脸无完肤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整一个初中基本是没留过照片 我知道了 她那个时候叫做 你敢留 痘头上长了个脸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还是跟刚刚可能我们片子里的很多 这个女性朋友差不多 到二十七八岁的那个时候 就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个时间 吃了蜡以后或者吃了上火的东西 会冒痘 会冒痘 刚才蔡子提到了一个你二十八岁的时候会冒痘 对 这个在医学上称为挫痘 它跟青春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这个窗子没有什么意见 我对挫的意见比较大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 其实这种是一种很常见的皮肤病 一般是青少年比较多了 然后他们叫青春痘 二十五岁以后的就不叫青春痘 叫成人痘 叫青春痘后痘疮 或者叫成人女性痘疮 那男性就没有吗 成人男性痘疮 很多人都会觉得青春痘 长痘痘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然后是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反应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 成人痘的痘疮 对 你们觉得它是什么原因呢 我能找出来一个原因 就是我说我吃辣吃多了以后会 有原因 其实很对 除了生理期 还有我生孩子期间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只要换了我的BB霜 和换了我的爽肤水 就马上涨疼 我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又熬夜 然后呢睡眠又不好 又经常吃辣 所以他们的脸上就会冒出很多 就还是身体内部的一种反应 对 其实不仅仅只是吃辣 包括咱们的一些甜食 甜食也会长痘 对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就会吃各种的美食 高糖 高糖内的就是一些甜食啊 冰淇淋这些 超爱 就是喝一杯奶茶 加三包糖的人在这里 还有一些高油脂的食物 都是会就会刺激我们的身体 然后导致痘痘的发生 明白 各种中招了 对我们几位嘉宾 其实是从作息上 心理压力上 然后还有化妆团 和饮食上 做了一些分析 可能结合自己的经验 那到底说我们成年人长痘痘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也专门请到了皮肤科的医生 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压力啊 因为现在那个都市生活 年轻人的压力都特别大 尤其是步入社会工作了 它到方开始长痘痘了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种就是痘痘 就叫磁发性的座床 这个一般就是定义为 就是说大约25岁 或者是大约28岁以后长的座床 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性基数的水平是有相关的 就是说有些女性同事 建议她就是去查一下那个 就生殖基数 或者是肾上腺素 一类的那个性基数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 会分泌增多 还有有些人 她就是跟月经相关的 月经前她那个 座床的皮疹会增多 然后呢等到月经结束以后 她那个皮疹就会减轻 女性朋友呢她比如说工作以后 因为工作的需要 她会使用化妆品 油部分的化妆品 她因为含有较多的矿物油 因为同时 盐济清她皮脂分泌比较多 她会就促进那个毛囊的角化异常 那么就使那个 就皮脂分泌不畅 不畅了以后就我们俗称 就出现那个白头粉刺 或者黑头粉刺 激发了那个坐穿饼床感觉的感染 那么就会出现炎性的丘疹 或者是浓泡 更严重的话会出现结结 结结以后反复发作不孕的 就会出现疤痕的增生 还有一个色素的异常 那么就会产生 就是那个毁龙的结果 哇 其实基本上 咱们刚才说的都差不多 全重了 全重 都是痘友们 对 长痘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就是影响你的心情 影响美观 我觉得太大了 对 颜值最大的影响 而且长痘 我觉得最让女生烦心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应不应该化妆 就感觉我现在今天化妆的话 这颗痘痘会不会更大 会 对 因为会刻意遮它 对 会遮它 因为遮它 因为遮得很棒 然后就会很烦 而且对于心理的影响很大 我整一个出周是没有自信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可能帮人家聊天 聊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痘痘了 这个在我们这儿都不会发生的 因为我们不会等到那个痘痘自己抱着 一定要等它出现的时候就自己把它挤出来了 如果就是说不适当的挤压 就算你把它那个毒素挤出来了 但是可能我们的手和它那个工具 脏 并没有就是说有细菌 这样的话会感染 感染了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癌 我天呐 皮肤癌 皮肤癌 我突然想起有一个叔叔 然后他大概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在额头上起了个痘 后来破了 破了之后你知道吗 一颗痘 导致后来出现了颅内感染 然后进了ICU 整个花了七十多万才把它救活 一颗痘只七十多万 真的 不仅是这个额头 尤其是我们的危险三角区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丰富的血管 跟我们的那个大脑是直接连接的 就是如果一旦感染 就是我们挤压的那个作用力 会让它那个血液进入我们的颅内 所以引起颅内感染 然后严重的时候 它就会威胁生命 天哪 就一个小小的痘痘 其实跟我们的生命都是关乎的 是的 所以不要嫩挤 那我们在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痘痘家族 对不对 因为痘痘其实也分很多种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给痘痘 来分一个等级化身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代忌食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态智能升降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幸福呈现 好 痘痘们都已经登场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认识他们以后才能逐个去消灭他们 然后我们也是从轻重程度来分的 我们请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是白头粉刺型 它的表现特征是白色的秋枕 开口不明显不易挤出 那个是不是叫什么闭口 对 而且闭口要用那个针把它挤清出来 不止一个 你用这么大声吗 全中国人都知道 对 第二个叫做浓泡型 它的表现特征是大量的浓细胞堆积形成的浓泡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出去吃了辣的 然后就比较努力的 然后睡眠又比较晚的情况下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很有可能冒出来了 那如果是说它继续发展会成为什么样呢 会成为节节型 那节节型的表现特征是呈淡红色或暗红色 质地比较硬 我知道就是慢慢发展以后 对 它就会越来越大越厌 就越来越大越厌 一碰就疼 对 所以这个节节型就是痘痘发展的一个中期吧 对 可以这么算 如果你的体内活比较大 然后你又熬夜 健身压力又大 它就会节节型 会发展成 囊肿型 表现特征是摸起来有囊肿样的感觉 囊肿样 有浓 紧压肢可有浓和血溢出 我想起来之前就是身上会有 背上 头上 头上脏 头上脏很可怕 对 经常有女生或者男生洗头 就是打上那个洗发水之后 头上会有 而且你脑袋上还有那个洗发水 然后就会感染 我们来看看最可怕的这种吧 搓疮疤痕型 表现特征是搓疮疤痕使大面积表皮缺损 使该处皮肤不能完全再生 就一个 月球表面型 月球表面 有些男生过了青春期之后会留下这种痘疤 好多男生 因为男生手欠爱情 因为每个人都有原因 那我分析我的原因 我肯定是要改善自己的痘痘 就要从少吃辣 少吃辣 少吃辣开始 对 如果是我 我真的是会有的时候吃辣 我会开心 你不觉得所有的这些让你吃起来会特别愉悦的东西 比如说辣 油炸的 油炸的甜食 让你愉悦的东西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痘痘的问题 是的 因为说到这个甜食呢 这里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 就是血糖指数积爱 是指吃下一份量的食物以后 然后在单位时间内血糖就是提升的速度 简单的说呢 生糖指数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生糖指数特别快的话 特别高的话 最容易启动 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我们吃了那个生糖特别快的食物 我们的血糖会波动 飙升 对飙升 这个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 因为为了维持血糖的一个稳定 过量的分泌胰岛素 它也会促进一些别的激素 熊激素这一些 然后同时呢 它也肯定会导致脂质腺分泌更多的油脂 这样不塞毛孔 然后它就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 对 就会增加换那个挫疮的这种风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常见的食物 我们来请几位嘉宾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你们觉得 不怎么有点心虚了呢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食物 生糖指数比较高 好不好 来 我们先在桌子上呢 摆了米饭巧克力 苹果土豆 酸奶 花生 苏打饼干和西瓜 你们觉得哪些啊 就是生糖指数比较高 就是 所以老师刚刚说那个高Gi的 对吧 对 好 分类吧 觉得是西瓜比较高的 请举手 我我我 双手赞同 四票了好吧 肯定是了 米饭 米饭有个要变质碳的 因为我不吃米饭 四比一 好 苏打饼干 我不吃 苏打饼干又不是 一票 就你一个人 别弄过去了 这肯定是 这是米饭 这个 肯定是 女性很最爱的 花生米 花生米 肯定是 肯定不是 花生米不是 花生米不是 土桃 甜果 甜的 不是 是 你们两票还不行 我觉得甜 不是 土豆 土豆不是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天哪 三票 双我一个 好 那个 三奶 不是 不是 我觉得不是 两票不行 经过简单的讨论之后 我们就非常快速地选出了 高GI和低GI的食物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上一个题板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那老师就是什么样才叫高呢 什么样才叫低呢 那个数值有没有一个区 那个界限和区分 有的 一般来说呢 高的是 百分 就是大于七十以上 然后中的 中GI的是五十到七十 低GI的是五十以下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来判断什么是高GI的 就是说我们就看七十以上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白米饭 八十四分 西瓜九十五 就对了 又对了 又对了 苹果三十六 低了 苹果它是低的 我差点错了 对啊 马铃薯 马铃薯九十 马铃薯真的很高 天哪 花生二十二 又对了 巧克力九十一 没有悬念 酸奶二十五 对了 最后来看苏打饼干 七十 刚好在这 它算中级的 和高GI的临界值 但是它不算高 也不算低的 中胆 我们全对 全对什么 我们生活非常有常识 我想问一下 我们除了这几个以外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好不好 其实在主食类的里面 我们看下来 其实比较健康的是燕麦和全麦面包 五十五和五十 肉类就是鱼类会 或者是说那种白肉类会好一点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水果类的当中 你像草莓这种 木瓜 梨 很甜感觉 甜度好像是没有关系 糖树和生糖指数是两个概念 对 那就是GL值 跟GI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不是说越甜 它生糖指数越高 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是的 这个我会觉得超低 有没有要这么高 葫芦萝卜 八十 明白 我觉得淀粉类可能都算比较高一点的 你看零食类就不用说了 就是好吃的那些零食类都非常高 所以说我们就明确了 你看很多女生真的会边熬夜 边追剧边吃那些零食 所以第二天的恶不冒痘才怪 是的 好我们要从生活习惯上来给自己一些 可能更好的一些生活方式 对 好刚刚我们其实说了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用一些好的这个护理方法 如果当出现一些痘痘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护理 那刚刚几位分享的那种急肯定是不科学的 反正也不是你这样用粉盖盖盖盖盖 没有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吗 我会买一个就是当那种药妆专门制痘的那种小的 一小瓶的那种 然后我就去等它冒出来的时候 我就给它弄上去 如果你让它就24小时糊在上面 然后它就会消下去 有的功效没有那么强的 隔半个小时你要点图一次 我有这么多去痘产品 我老多了 我买过好多种就是上面写着什么 万能去痘膏 然后还有那次的 我都从来都直接屏蔽这些 所谓的万能在我这都是 老好使了这个 它就是你点上之后 它能让你一晚上快速把痘拔干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因为咱们老录节目嘛 急救的时候用 就是你要用的次数越多 后来发现 越没有用了 对 还有一个东西就很救急 是我现在日常每天包包里要带着的 这个东西叫痘痘贴 如果上妆之后就不用担心这边在 几个隔离的作用 它至少可以合理 那个化妆几个皮肤 而且它很牛的一点是 我一个晚上贴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当中鼓起来了 它就把里面东西会吸出来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不太安全 我一周之前长了两颗痘痘就在这里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 就它拿那个排针就是给你排掉 但我觉得那样会很安全 就感觉安全 对感觉很安全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你长了一个痘痘之后 你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 去痘的产品和去痘的机构 还是要谨慎 那么去痘产品和这个正规的这种 去痘的方式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呢 我们还是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治疗的方案也是按照座疮的分级 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我们一级的话 它主要是表现为那个皮脂的分泌过多 跟毛囊的角化异常为处的 那我们就可以选用维甲酸的药物 维甲酸的药物外用或者是清除粉刺治疗法 同时最好结合就是那种清爽型的温和的护肤品 你在去油脂的同时 那么最好还是得就是说是要加强保湿 那么二级的座疮它是表现为粉刺跟沿性的秋枕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用的就是说 那个过氧化本甲鲜就是班塞 这个是大家在那个药店都可以买到的 含有抗生素的那个乳膏、凝胶都是可以的 同时要注意要保湿还要防晒 因为呢暴晒它会加重坐穿的产生 如果是表现为三级的就是说粉刺、炎性的秋枕 那么还有浓泡为主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结合口服 口服抗生素如四环素一类 还有就大环内滋类一类的抗生素 那么严重的病人也可以服用小剂量的那个EVA胶囊 那么同时结合那个外用药的治疗 就是说腹肤瓶里面不能够很刺检 最好是不要含有皂基 不要含有大量的矿物油 还有呢就四级的话 那么这个属于严重型的 那就得口服EVA胶囊 那么严重的病人可能还得加用小剂量的激素 或者使用那个光动力的治疗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外用药治疗它就是作为一种是辅助的治疗 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就是你那个坐窗就反复不遇 那么建议还是去正规的医院 那么去明确一下坐窗的那个类型 那么按照这个不同的类型 那么进行正规的治疗 所以啊咱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里面随便乱挤 但是去正规机构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又健康又安全的这个去动的方法 好 谁先来 我先来 你的方案是 我的提案就是基础护理三步骤 远离痘痘 没烦恼 我的提案是 掌痘不要怕 自制面膜帮你削痘痘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小玉开始 好不好 来 好 来吧 自制驱痘印面膜现场大公开 哇 家屋室的主人即刻为您揭晓答案 我是蔡子 我是王小亚 江苏卫视家屋室的主人 专门为年轻妈妈打造的栏目 每周一至周四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健康 聪明自信的妈妈 来家屋室的主人 和我一起做有温度的女人 做智慧的妈妈 看江苏卫视做家屋室的主人 我们在这里等你 现在很多的研究都表明 我们护肤品尤其是医学类的护肤品 在痘痘的一个规范当中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在 那今天呢我就从清洁保湿 还有防晒三个基础护理上面 来教大家一下 耶 好 首先清洁 那很多朋友们就觉得 我长痘痘就是要把上面那层 油洗干净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人一天洗它 十把脸五把脸 其实不用洗太多次 因为如果你洗了太多次 它皮肤上面一层 那个屏障反而被洗走了 所以呢反而会加重你的挫疮哦 所以一般庄家来说的话 是建议一天两次就够了 一天两次 而且尤其如果你选的是 不太好的清洁的用品 尤其用到的是那种 碱性的肥皂 多可怕 我之前用过就是除满的那个 叫什么来的 什么皂 很便宜的那个 对对对 这一类脏脏脂的能力太强了 让皮肤一下子变成一种脱水的状态 反而是一个伤害 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痘痘肌 我是建议选择比较温和一类的 像氨基酸的这一种 对对对 洗面奶氨基酸 很温和 所以打泡其实是一个关键 因为其实在洗面奶中呢 有一个叫界面活性物质 这个东西呢是要发泡之后 它才能挥发出来的 如果你直接把浓缩的这个洗面奶 直接往脸上那么一涂 有时候甚至是对皮肤是有一个刺激的 对 所以起泡非常重要 你看我这边就帮大家准备了好几种起泡的神器 好 看这三个 刷子我知道 这个是什么 蚊帐啊 起泡王 我也没用过 因为它的发泡会很好 这超好用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打泡的力度 好 像日常的话我们就是挤在手心 然后两手互相搓揉 但是泡沫一定要尽量细腻一点 因为越细腻的泡沫呢 它能到你皮肤的纹理里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像一分钱那么大小 就最好了 然后把它多搓揉 多沾点水 这个还蛮爱出泡的 好香啊 泡泡很多 这样就可以到脸上了 小雅 对 谢谢脸 谢谢脸 对 这是最基础的一种 那我们日常用到的刷子就是小雅手中的这一个 直接在手掌心当中打圈圈 有很多人是直接像板刷刷鞋一样 不是挤上面去吗 是挤在手中 我以为是挤在刷子上 我变动的时候是挤在刷子上 对 我也是 这样打圈出泡就很好 但其实这个泡要比刚才那个气 这样真的就是在刷墙 然后这个就直接到脸上了 我们应该是打圈 然后直接刷 那用刷子有一点好的就是纹理的地方 可以用刷毛刷到 它毛很细 嗯 那这个呢就真的很好发泡了 这个真的很好用的这个 这个怎么可能啊 这个怎么可能啊 它脸部的覆盖率会比较大 像我这种情人脑上多顺一点的 我觉得还能脱衣服 它是塑料网 你看它的泡就会很细腻 然后呢 然后你洗脸的话是整个就要半脸 你不会觉得它会把皮肤磨得更脱操吗 对 不会啊 您可以磨磨看 它很容量 对 但是现在对于懒人来说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 像洗手液一样的 一次可以用盘角 起泡瓶 这个不能用洗面奶了 洗面奶能放进去吗 这是用洗面奶直接1比1的放入 然后摇晃 就感觉用的时候都不新鲜 因为用在脸上的东西比较娇贵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按出这个我很想洗水 不要自己洗脸 但是不要放很多水 因为放很多水 它有一个溶解质 如果多了的话是吸出 少了的话是很多水还会多出来 所以像1比1 只要放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 然后打到全个瓶子都是泡泡就是最好 清洁完呢 清洁完之后呢 就到了保湿的步骤了 那其实保湿呢非常重要 但是人的皮肤分成油性混合性和干性这三种嘛 所以每一种皮肤在每一个季节都是保养不一样的 那首先在我们的夏天的时候 油性肌还有混合性肌肤就比较清爽一点 我们用日常的化妆水爽肤水就够了 不用做太多的那些添加 我在冬天的时候加入乳液 因为我是混合肌 就是T子去很油油自行很干的这一种 但是如果你是干性肌肤的话呢 正好再要加一个步骤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是爽肤水或者化霜水加上我们的乳液 但是到冬天的时候最好在爽肤水乳液或者精华用完之后 加一层面霜保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比肌肤喝了饱饱的水之后 它的敏感性也会降低 不会有很多高敏性的问题发生 明白了 而且豆豆也会更适应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防晒了 港港重要这个 因为防晒其实是对女生来说一百折千丑 对 那我们肚子折肢晒了太阳就是皮肤会氧化 会老化 会光老化 是 那有些吃豆产品还是避免光照的 因为它光照之后还会降低它的能力效用 是的 光明的 对 而且对于豆豆肌最怕是什么 留下痘印 有黑色素沉淀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 但是又分成有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这两种 非常麻烦 但是我们皮肤如果有豆豆大部分过敏肌 那我们选择物理防晒会更加安全一点 避免太多化学性就在了 然后一般是用SPF值超过15的就非常好了 而且呢 SPF值呢它是越大 然后越厚重 那过敏肌豆豆肌很怕在那边不透气 毛囊堵住那种 那我们选择SPF值在那个15是日常用的 哇 谢谢 谢谢小玉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 谢达 我平时在家经常会研究一些去豆啊 美白的一些面膜 所以说呢我今天呢就要在这里 用最实惠的价钱来教大家 在家里面制作去豆美白面膜 是啊 好实惠啊 就觉得很好玩 你这看起来像在做饭你知道吗 一共有三款 对一共有三款 我们从第一款开始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芦荟椒的一个面膜 这个芦荟椒呢是从天然的这个草本植物芦荟当中啊 提取而来的 它有补水消炎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芦荟当中呢 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分 名酸钙 叫做名酸钙 它可以治疗豆豆 然后它可以杀菌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呢来介绍两个 维生素C 大家都知道皮肤在家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必备 因为呢它可以使皮肤的这个黑色素减少 然后这个维生素B6 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抑制皮脂分泌 可以减少豆豆的一个产生 嗯 接下来呢我们要拿出一个维生素C片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 您先日日的一个东西把它碾碎 这个重要的活动叫做芦荟 给我吧 重点来了就是要把这个芦荟啊 先放到这个碗里面 嗯 好了放到这个碗里 然后芦荟你的那个大概多久呢 好 我就好了 好了给我 然后把刚才抹好的维生素B6 和维生素C片放在这个芦荟胶里面 然后拿这个搅拌器给它搅拌均匀 一定要搅拌均匀 我脸上已经有痒痒的感觉了 对 我真的很好奇啊 你看你搅拌均匀之后 哇 哇 你看有没有被吸收 没有啊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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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5分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敷太久 敷太久的话可能会被反其胸 好 谢谢 第二种 这款呢叫做绿豆粉控油 绿豆面膜 那个是绿豆粉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苦瓜汁 哦 因为绿豆粉呢它是有这个 消炎沙汁的一个功效 然后这款苦瓜呢是把新鲜的苦瓜 它打扮成50克左右 然后去嘴洗净之后 打糊成这个糊状 然后倒入干净的这个面膜 碗当中就可以了 你真的好勤劳啊 是吗 然后接下来呢 还要带来了一个东西 薰衣烤精油 我们刚都知道了 然后如果家里面有这个 茶树精油的话也可以取代 好 然后接下来告诉大家 这款面膜怎么制作呢 要多少 要两勺 这么多啊 是啊 因为我的脸还不是很小 然后接下来呢 再倒入我们的这个苦瓜汁 倒了适量的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还要放一滴 我们刚才为大家准备的这个 薰衣烤的精油 需要一滴以后 你往脸上敷的时候 这个面膜真的作用很好 好看 觉得它很绿 它很天然 它适合油性肌肤 所以呢我建议油性肌肤呢 对 一周使用一到两次 拿这个刷子 来西姆的手机用一下 好的 来 这种面膜很好用的 我经常去买这样的面膜 这要涂这么厚啊 因为它里面有粉质 容易干掉 好的 好吧 第三款面膜听的名字就是 霸气 叫做珍珠粉面膜 霸气 霸气 有镇静和美白的一个功效 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维生素E 有很多人就是 翻面膜之后 把这个维生素E的这个乳液 直接涂抹到脸上 切掉了 对 这个好精致哦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面膜碗当中 哇哦 棒啊这个 好的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换好的这个珍珠粉 然后接下来把维生素E挤到里面 然后给它这个搅拌均匀 嗯 感谢一下 好的 然后我刚才呢就是已经按一比一的这个比例搅拌均匀了 这两眼太少了吧 多小的脸太够 它这个不是脸膜 那是 它是要涂抹在这个痘印上 哦 对 有针对性的 对 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痘印上或者斑点或者说你的一个色素寸 但是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定要避开眼部周围 因为眼部周围很敏感 对 然后新闻脸还长痘了对吧 没长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哦 对实际上均匀的疯膜在 美白 对 然后跟大家说尽量涂厚一点 不然很快就会干掉 干掉 对 然后15到20分钟之后又温温水洗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一个星期做两次就好了 然后完美的皮肤就找上你了 像我一样不找痘 谢谢 好帅 好 所以说呢 怎么样来科学的去痘 就我们两位嘉宾都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所以大家呢如果刚才的步骤没有记得特别清楚也没有关系 您可以在我们的家务室的主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去痘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方案总结了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思想环节了 接下来是西莫为我们带来他的战斗秘籍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呢 看到黑头的时候就非常的不爽呢 我有一个小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去黑头 我们在去黑头的时候先用一些比如说像导出液呀或者是用清洁面膜然后敷在我们这个鼻子上让我们的黑头能够顺利的导出来之后呢再用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神器它叫做� 黑包夹套装它有三个款型 好那这个弯嘴细胞夹是用来夹取我们鼻子上面的黑头 因为鼻子上面的黑头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应该会有用手去挤呀 但是发现你用手挤会挤得不干净 如果你挤不好的话会造成一个皮肤的一个感染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种工具 但用之前一定要去做工具的消毒 像我们鼻子上你之前用过导出啊或者是用过清洁面膜之后呢鼻子上就会浮出很多的黑头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着镜子让灯一定要开亮一些 然后就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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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把你鼻子上面的黑头去把它夹出来 然后这个斜嘴细胞夹 斜嘴细胞夹呢就可以用在像我们皮肤比较平整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的下巴呀或者说脸颊呀这种如果有一些小黑头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斜嘴细胞夹去把黑头夹出来 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直嘴细胞夹 因为这个要比上两个更小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把黑头夹出来 但是呢这三个细胞夹在使用过程中呢我一定要强调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尖锐的 所以说在我们使用过程中一定一定要注意不要刺透到我们的皮肤内 是用我们这个细胞夹平整的去把我们的黑头夹出来 而不是说是用它的肩部去把它刺透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哇非常谢谢我们各位嘉宾带来的分享 其实真的是痘痘看起来非常的小 但其实关乎到我们的健康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祝我们每一个斗友们在战斗的路上取得最终的胜利 小洋品之生活做精致女人 如果大家在这场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困惑和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和小程序搜索家屋式的主人和我们在线互动 最后在周一到周四的傍晚让我们在江苏卫视不见不散 谢谢 再见 拜拜 秋高气爽准备好贴秋标了吗 月字旁就是肉的意思 贴秋标就是吃肉 小洋品之生活做精致女人 如果大家在这场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困惑和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和小程序搜索家屋式的主人和我们在线互动 最后在周一到周四的傍晚让我们在江苏卫视不见不散 谢谢 再见 拜拜 秋高气爽准备好贴秋标了吗 月字旁就是肉的意思 贴秋标就是吃肉 这种说法科学吗 秋收冬藏嘛 为了为冬过冬储存能量 入秋后 常见的四大症状该如何解决 秋天就适合吃酸甜味的 如何健康贴秋标 度过多世之秋 吃白粥啊黑米粥啊 赶紧给我吃一袋吧 家屋式的主人下期为您解答